哈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电影《局外人》 影片讲述了一名美国大兵战前犯,二战后在日本黑道迅速崛起的故事 影片开头,一个发型凌乱的男人正在打扫卫生 一群纹身大汉大摇大摆的从澡堂走出来,瞪了他一眼便离开了 男子进入澡堂,发现一个纹身男人上吊了,赶紧把他救了下来 结果做了好事却没有好下场,被一帮身着警服的人狂打了一阵,并被关押了起来 在监狱里,他偷偷地观察着外面的情况,上吊的男人叫青,救他的男人叫尼克 青说,一旦有人受伤便会被送去医院,出去以后他就有机会被救出去 此日,他们被强迫做鼓励,之后他们便去澡堂洗澡,又遇见了那群纹身大汉 他们各个眼神犀利,似乎想要用眼神杀死人 回到监狱后,青毅然决然地用刀切了腹部,尼克则负责喊守卫送他去医院 镜头召唤,尼克换了一副特别精神的造型,被青的人从监狱接走 他来到了青的团队,白松组,他们想让尼克帮忙搞定他的美国同胞 随后,尼克便来到了一个赌场,由于特殊情况,当日与美国同胞谈判并没有进行 此日,青送他来到仓库,谈判人叫帕奈提,收购钢铁的 白松组的人想要低价买走他的钢铁,帕奈提当然不乐意了 不仅拒绝了他们的想法,还激怒了尼克 尼克拿起重物便向他砸去,随后他变得血肉模糊 从此以后,尼克便在尸杀成性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 夜晚,他们来到一家淫乱不堪的酒吧 绚烂灯光映照着城满拉费的高脚杯 光愁交错间,暧昧的色调侵蚀着麻醉了人们的心 白松组交谈时来了一帮人,他们是白松组的对手施金组 大言不惭的想要霸占仓库,还辱骂尼克 尼克抄起酒瓶砸向他的头,敌胜我摔,他们只好离开 深夜,清带着尼克来到了一间新房子 说要送给他,并希望他留下来 在赌场,清和尼克杀了赌场管理人胖子 画面充斥着血腥与暴力 酒吧里,白松组成员劝说清赶走没有利用价值的尼克 清犹豫了 这时,清的妹妹美游出现在酒吧里 考虑到妹妹的安全,清派尼克送他回去 两人相见恨晚,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关系 然而这一切都被清的人看到了 此日,尼克独自来到仓库与试金组的人会面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尼克反夺过来枪杀了他们 此时,惊动了白松组的大boss白松 他直接取下了尼克的两根手指 此时,清得知尼克睡了他的妹妹当务之急 他为了适中,也切下了自己的小拇指 画面十分血腥 清和尼克的牺牲也得到了信任 大boss白松带尼克来到一片阴森的小树林 路上,他问尼克谁是内奸 但尼克并不知道 在小树林,尼克与大boss白松结拜为了父子 晚上,他们庆祝了一番 清告诉尼克不允许他和美游在一起 为了他的安全 之后,尼克也在身上握了日本人家族的标志 美游告诉他这是家族的传说 两人含情默默 之后又缠绵在了一起 尼克很快熟悉了这里的业务 两人的感情也越来越深 尼克身上的纹身也渐渐有浅变身 一切似乎都风平浪静 世金组派人来与白松组谈生意 而大boss白松却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藐视前来谈判的人是外国人 并让非日本人出去 在这里说我直言了 尼克不是已经是boss白松的干儿子了吗 就这样赶人家出去真的好吗 白松组的成员在外面对尼克 讲了他的光辉岁月 并告诉尼克轻伤了他的父亲 所以他走上了极道这条路 听了这些以后 尼克显得苍白无力 讲故事的男人临走前还不忘看尼克一眼 原来这个男人是美游的前男友 他来调戏美游 还禽兽不如地动手打了他 这时候尼克不是应该出来英雄救美吗 而另一边 一群肥胖的人在举行摔跤比赛 白松组也来到现场观看比赛 世金组与白松组大boss白松谈论了几句 并威胁大boss白松退出组织 金盆洗手去一样天年 而白松组其他成员 不可以成立新的组织 要加入世金组 大boss白松并不乐意劝他回去 过后白松组一帮人离开的时候 一个路人突然喊住了尼克 此人声称是尼克的老朋友 并换他上位 这样尼克不知所措 只好同他坐了下来 伯利嘲讽尼克离开了美国军队 在大阪苟且偷生 尼克不耐烦的想要离开 却被伯利威胁 不得已带他去了自己的房子 最终尼克还是杀了伯利 因为他害怕自己被出卖 过后他去找美游 进去后却看到他满脸伤痕 颓废的样子 心揪了一下 正当他准备去收拾那个家伙的时候 美游说他怀孕了 是尼克的孩子 他不希望尼克为了保护他去杀人 尼克也只好作罢 之后尼克开车离开 百感焦急的他敲开了清的房门 并坦白美游怀了他的孩子 两个人内心都无微杂成 开始喝酒 接着 清拿出了两把刀 给他讲了自己小时候的事 并将两把传家宝交给了尼克 给了他 随后两个人一同埋了薄利的尸体 次日 清和尼克陪同boss白松来到了地方 尼克察觉到了异样 揭开了帘子 看到白松被制服了 前军一发之际 清开枪杀死了谋杀者 救下了父亲 出去以后 三人准备寻找凶手 却遭到了袭击 清中了枪死了 boss白松召集白松组的人 商讨计划 这时 美游寻找尼克 失去了哥哥的他 悲痛万分 尼克紧紧的抱着他 给他安全感 而白松组的人 开始疯狂的报复 酒吧 家里 澡堂 只要有世金组的人 便取走性命 几日之内 杀了世金组众多大将 突然一个小男孩跑来 替世金组传达话 世金组向白松组宣战 在港口工厂结束战争 次日 boss带着人到达港口 而boss的儿子 却站在敌人那边 boss白松老糊涂了 想要劝儿子回头试案 没想到 却搭上自己的一条命 boss白松死了 白松组就不复存在 他们劝说 白松组剩下的人 归降世金组 并劝说尼克离开大阪 离开美游 但他并没有 尼克没有屈服于他们的暴力 心里一直惦记着美游 他冒着生命威胁 杀了打美游的男人 替美游报了仇 他来到美游的身边 紧紧的抱着他 给了他谁也给不了的欣慰 众望所归 结局已完美告终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